欢迎唱破最新消息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在2021年遭到前男友林秉书施暴 法院二审判林秉书两年十个月有期徒刑确定 由于先前已经积压了227天 外界一度认为他可能再服刑14天就能够恢复自由 不过因为林秉书之前恐吓前女友被判刑 拘役40天缓刑两年 接着又对高嘉瑜施暴 因此缓刑被撤销 新北地检署通知林秉书今天报道 检方也不同意医科罚金 要他入狱执行两年两个月 在家17天 总收到的最新消息